6月4日,中国足球名将郝海东宣读了《新中国联邦宣言》,面对全世界号召消灭中共。 近日,他有些妻子接受了香港《苹果日报》专访,再度公开对外表达他们与中共决裂的决心。 他在采访时说,香港是我心目中的圣城。 去年10月,我和昭颖到香港旅游,住了几天,我们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反送中运动。 看到香港市民为争取民主、自由、理智、和平地与港府和中共抗争, 却遭港府和中共无情打击,有如当年六四令人悲愤。 中共打击港人诉求,现在更要推《港版国安法》,这明显违背中英联合声明, 这样的政权最终要遭文明世界唾弃。 受访中,郝海东也抨击了中共的政治体制。 郝海东表示,共产党处理六四问题以及文革整死那么多人, 现在连题都不让题。 改革开放40年了,现在又要人民摆地摊过日子, 你说这是共产党应有的吗? 体育界为拿奖,善改运动员年龄,造假成风, 这些都是我看不惯要跟中共决裂的原因。 在郝海东发布灭共宣言后, 其子郝润泽今年加盟的塞尔维亚球队已迫于压力将其解雇。 对此,郝海东与儿子道歉,郝润泽却表示支持父亲的选择。 郝海东发表公开宣言不久, 其拥有接近770万粉丝的微博立即遭到全面封锁, 相关评论功能也被关闭。 与郝海东及家人相关的国内媒体报道,大量被删除。 郝海东说, 中共表面不在意我们跟他决裂,实际上非常紧张。 我们俩在内地网上所有信息全部遭删除, 连百度都无法搜到,可见他们心虚。 至于郝海东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会不会被株连? 郝海东表示,搞株连是他们本质所决定的, 我们没办法阻止。 但我们相信,共产党若这样做, 等于在世人面前再次曝光其邪恶的本质, 让世界再次目睹中共丑行。 现年50岁的郝海东, 2005年自中国国家足球队退役后, 曾出任天津松江俱乐部总经理, 他先后投资了多达十几家公司。 据大陆媒体报道, 他的身价早已超过10亿人民币。 他嫉恶如仇, 时常抨击中国足坛的黑幕, 并得名好大炮。 今年5月份, 他因力挺武汉作家芳芳, 对五毛小粉红开炮, 并一度登上微博热搜。 他还因在微博转载一篇, 有关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 北大才女林昭的文章, 引发网民热议。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, 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,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。